你好,我是思敏 一个心情洁癖者 没错,我看我的心情来决定我的整洁度 那这种情况那么错 有的人超自律 他会定每天都要打理好生活 但他把把玩意开始计划到的人生 从他妈子宫出来后开始努力 过得充实,活得阳光 人生轨迹整整齐齐 每天早上准时生气 他们大多数都有洁癖症 无论是对朋友、家人还是伴侣 都有严重的整洁要求 你永远无法进入他们的房间 触碰他们的身体 和他们共饮共食 No way 到别人家做客 尽量保持干净是对人家的尊重 但如果你到洁癖者家完 请开进你的整洁感应器 用内力吸紧你身上每一条毛 因为从你做沙发开始 他就已经盯紧你了 招待你的饮料 从来不会是他家的杯子 而是他买了十搭的菊花包装水 完全能够防御他家的杯子一整年 聚会结束要离开时 他才会向你发起真正的防御 他拿起吸尘机 开始吸他的沙发 一边吸一边对着你说 慢走啦 下次再来 别再去了 你哪懂他下次会不会就是 拿着吸尘机站在门口 把你吸干一轮才让你进去 相反另一类超级脏的人类 他脏不可怕 他脏的祸害别人才可怕 他从不觉得他的脏会影响到别人 这种脏80%会出现在一种人身上 你的室友 但我没有室友过 我举同做的例子好了 上课你除了吸收姿势 还有就是回尘 鼻子稍微比较敏感的同学 他就会拿提素一直戳他的鼻子 他的鼻子就会超爽的 yes deep deep 戳得又红又肿 他们才会停下来 因此他的桌子上会累积很多碗 但问题在安妮呢 他的碗碗不到放学 绝对不丢 我稍微感受到那些碗碗散发出来的热度 我甚至开始害怕呼吸 我有不怕不小心吸到其中一吃气息 然后就在我的鼻子里面开始他的声势 超鹅 等到桌子表面填满了 你以为他要丢了吗 不 他开始玩抽屉里塞 他可能是在进行培养蘑菇的实验 等那天学校举办碰热比赛 他就会带着这对鼻涕孕育的蘑菇去参赛 只是节省下食材费用 那在这黑白极端的两者之间 还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 第三类型的人 性情皆毙者 我 根据一整天的心情来决定卫生 某天起床你的头和心情都是绿色的 可能是梦姨的关系 你的状态特别好 没有任何烦恼 看什么都很顺眼 顺眼到遇见亲戚你都会主动打招呼 你以为每个人都会 无论干什么你都很有斗力 收拾你一个养蚊子的垃圾房间 开始半年了 狗死两个月的车洗澡 卸走墙壁角落的头发 还有那只蟑螂 不好意思请你搬家 忙完后满足 敢扑面而来 射得你满脸都是汗水 没有泪的感觉超爽 因为你把累计两季的麻烦 一次过处理掉了 在热情起来 你还会跑出去拔草 痛愧和捡走马路的垃圾 总之你今天扮演的角色 就是卫生部长 爱干净的地步远远超越你嘛 甚至还会开始呛你的家人 你觉得那么脏哦 反惨就应该写我名啊 河尔蒙持续三层 打破了我期待世界末日的观念 活着真美好 但宇宙千变万化 某天我们的卫生仙 又会突然下降 大概是说北斗七星 退化为北斗六星的影响 你的生活开始逐渐失控 遇到熟人立刻避开 避虎到处拉死也看不见 整个人无精打采 躺在还没有扫的地板上 思考蛇是怎样交配的 反正你不想动就对了 还有一种情况 会辅助这个场面持续升温 你妈叔伯不在家 哇 Freedom 放任模式进入最后阶段 收费爱的衣服乱丢一片 完全没有想要折的意思 脚板黑层叹你懒得去洗 任由头发掉都堆成鸟巢 随便来一只狗在上面孵蛋 我也不会有意义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脏风状态 等到哪天干净子充满了 我们才会觉醒 心情洁癖但持续循环 但对于洁癖我还是有个底线的 绝不供饮公司 我对单份的饭菜和饮料 极为敏感 我口水洁癖这么轻 我活到现在只能接受和我妈 供食供饮 其他的我真的不行 想是我的餐点 请用新的汤匙来剩 或者用你自己的汤匙 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了 不要舔我的汤匙 你以为供食很糟糕的吗 供饮才是最糟糕的 一样的 不要舔我的吸管 起初我对供饮觉得还好 直到有一天发生一个 让我完全崩溃的事情 我超爱喝的饮料 被要求吸一口 可以 好东西 分享给你 结果出现了让我永远忘不了的画面 他吸完一口后 他的嘴巴在离开我的吸管时 扯出了一条银丝